吉林沙河口南岸四国赛 对多次的大尺度动作,导致中国队三名球员受伤流血,一名球员受伤退出,本是一场热身赛却打得如此险恶。这让南岸岸队主帅杜峰表达了不满。赛后杜峰在采访中表示,这是一场艰难的胜利,并说他在更衣室中,指出了队员们打球太斯文,可见都指导希望球员们更硬气一些。这让人们对下场和乌克兰的比赛充满了期待。 北京时间8月4日,四国赛第二场,中国队对阵乌克兰队的比赛如期举行。果不其然,赛场冲突又出现了,在这场比赛进行到下半场,双方因为肢体动作过大爆发冲突,中国球员任俊飞与乌克兰队球员有所纠缠,引发乌克兰球员布斯托斯沃诺夫马克希姆的不满。 他直接冲着任俊飞冲了过去,还有一个明显的挥拳动作。此时,一向憨厚的韩德军,看到队友要受欺负,冲上前去一把将马克希姆推出数米,正所谓功夫熊猫真不是该的。 这快投往那一站,马克希姆愣是没敢再回来,这时乌特兰队另一名队员冲了过来要大爆不平,也被大韩用宽厚的身体挡在了身前,没能再有进一步的动作。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,韩德军是一名憨态可居,朴实憨厚的大个子,说道,球场打架这种事,怎么也不会和他联想到一起。 但是就在这一刻,老实人大韩依然地站了出来给队友出头,虎目元征,一身煞气,直接让乌克兰的两名球员都怂了。 这一刻,韩德军诠释了中叶无双,四个字的含义,然而事情并未就此平息,乌克兰人对于刚才的那场风波似乎怀恨在心。 在随后的一个回合中,中国对任俊飞在突破上篮时,被乌克兰球员一把放倒在的,任俊飞后被着地,非常危险。 这个动作就是NBA等联赛,中名令禁止的抬轿子动作,通过身体冲撞将空中的球员直接扔到地上,很容易造成球员大伤。 今年夏天克莱汤普森访华期间在大学打野球,中国球员吕晓明的一个类似动作曾引发冲突,导致双方不欢而散。 后来吕晓明被骂惨,在乌克兰队这个动作之后,双方球员再次聚拢到一块,险些再次发生冲突,好在裁判及时制止,并且将乌克兰队员直接拔下。 方才平息了冲突,短短几个回合就不断发生各种激烈摩擦,不知是不是上一场赛后杜峰的驯化起到了作用。 希望双方球员冷静处理,避免让一场国际交流赛变了味道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